开镜见到男主角 和男上司坐在咖啡店内 画面分割 见男主角电话铃声响起 男主角拿起电话 画面中央显示屏幕盖子 可移境外来电 之后变成虚拟背景 显示屏幕盖子 所有本地流动服务营办箱 画面返回咖啡店 男主角的电话屏幕上显示 加152开头的来电 男主角接听电话 男旁白讲 为了提高市民对可移境外来电的警觉性 所有本地流动服务营办箱 会就加152开头的境外来电 画面显示屏幕盖子 话音提示 广东话 普通话 英语 男旁白讲 以广东话 普通话及英语发送话音提示 画面见到男主角收听话音提示信息 显示屏幕盖子 来电源自香港境外 新房诈骗 男主角点头表示明白 男旁白讲 来电源自香港境外 新房诈骗 分割画面见到男主角 在手机按下结束通话后 面露笑容 画面显示屏幕盖子 不明来电 画面转向一位婆婆 在家使用电话 分割画面见婆婆突然收到电话提示信息 感到惊讶 男旁白讲 或者以中英文发送文字信息 画面电话荧幕显示 来电源自香港境外 新房诈骗的提示信息 同时显示荧幕盖子 荧幕画面仅供参考 实际显示视乎手机型号移定 画面一转 见电话上方出现 加852开头的来电 分割画面见到婆婆按下结束通话 同时显示荧幕盖子 陌生人 男旁白讲 提醒流动服务用户 有关来电 源自香港境外 画面返回咖啡店 男主角向上司提起 刚刚收到的话音提示 画面显示荧幕盖子 流动服务营办商免费提供 南旁白讲 提示服务 是由流动服务营办商免费提供 画面显示荧幕盖子 无需事先登记 及无需安装流动应用程式 男旁白讲 用户无需事先登记 安装流动应用程式 画面返回咖啡店 睡觉画面显示男上司 打算在电话上进行设定 男主角向男上司表示 无需做设定 画面显示荧幕盖子 无需在手机上做任何设定 画面显示荧幕盖子 本地不明来电 其后画面见婆婆和孙女 在公园内散步 睡觉画面见婆婆收到来电 显示无家号的电话号码 婆婆和孙女对来电感到疑惑 画面显示荧幕盖子 不明来电 男旁白讲 画面特写来电显示 为八位数字的香港电话号码 同时显示荧幕盖子 八位数字的香港电话号码 男旁白讲 并且显示为八位数字的香港电话号码 画面见男主角在公园跑步 突然收到来电 画面一转 婆婆正在接听电话 同时显示荧幕盖子 杀取个人资料 被红线画过 男旁白讲 亦有可能被用作诈骗用途 千万不要向未经核实身份的来电者 透露个人资料 画面见男主角正在接听电话 同时显示荧幕盖子 杀取金钱 被红线画过 男旁白讲 或者转账金钱 分割画面显示 男主角和婆婆同时收线 被红线画过的荧幕盖子 杀取个人资料 及杀取金钱 同时爆开并缩小 男旁白讲 以免蒙受损失量 画面最后出现标语 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 留意提示信息 新房可而来电 及通讯事务管理局的标志 南旁白讲 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 留意提示信息 新房可而来电